由于时长的关系呢 我们分了少了下劲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 下次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接下来下个问题就是 有没有进过辅导室 里希宾 有啊 有一次我进里希宾是 因为我的铅笔盒被偷了 很可憐 铅笔盒被偷了 外线的铅笔盒罢了 怎么要偷 偷了不用紧 他偷了还丢走 然后给我看到 而且那时候我们好像第二天就要考试了 然后我们全部比啊 很紧张哦 因为找不到比 都丢啊 坏蛋了 真的啊 坏蛋了 可是老师好像放过他们啊 他们也没有赔啊 赔钱 都是用来你吗 没有 什么也还是你们 我是DCP的常课 因为我之前很常过去学校 因为我去学校其实也没有上课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还可以去认真读书 因为我喜欢那边的老师 喜欢那边的同学 然后我上去中学了之后 我就真是完全没有心读书 而且我又出去打工啦 我结束了钱之后我就 不会想要去读书了 就想要快去读书了 然后我一去学校我就被拿去DCP了 然后我那昨天没有去学校 而且如果你好像60天没有去学校 超过60天没有去学校就会被忘了 对对对 是 然后我那时候我已经去学校 哈哈哈哈 我一直去学校 去一次 我会发 我会发 我几天没有学 太可以 太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不说 精打细算 哈哈哈哈 中学是因为去那边念唱歌 唱歌啊 因为有一个空间嘛 然后我不可能在班上那边唱很大声嘛 然后音乐室那时候就有人在用啊 然后就被 那被拿去 不是啊 被拿去那个DCP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唱到大个市场 我的话是因为 晚上是 我不是连续 我是可能一个星期两天的学校 一个星期两天的学校 然后超过30天的话 超过30 我要让超过30天 然后就寄一封阿玛人信 要我们去见GuruDCP 就这样子 我是因为这样子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中学第一次进去是因为 我有一个 我班来 转来有一个新来的学生 然后 他就 呃 我们有去认识他 就一起讲话这样子啦 因为不然他只一个人嘛 然后 过后他就被一群人独立 也不是独立啦 就是 玩玩平衣那种 去厕所偷看他 什么之类的 哈哈哈哈 啊 就这种 然后他就 那时候哦 他就跟我们讲 然后我们就 很正义 我们是正义的一种 然后我跟我朋友就去找老师咯 哈哈哈哈 我去找老师 然后就帮他 因为他也是新来学生嘛 嗯 然后我们就帮他讲了 这个值得学习 哈哈哈哈 我刚刚以上讲的东西 对 这个值得学习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在上课时间睡觉吃东西 是不是会 比较爽 真的 我以前咯 特别有 可能有些零食咯 在家里吃 我觉得没有味道啊 然后就不好吃了 可是带去学校就非常好吃了 而且一定要在上课的时候 对啊 就是前面夹的时候 看见你的 但是我才有刺激感 就不是 就那个 我觉得那个 零食特别好吃 这样子 就很刺激 很像老师挑战 啊 哈哈 对 有没有被霸凌 被排挤的经历 我觉得傻傻里面肯定会有吧 我没有 完全没有 你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四个都有 有 有 我没有 我都不算霸凌吧 呃 他们就是 局约上面讲 人员攻击 但是我参的那些评论 他们是会霸凌别人 可是我就是每次进去的那种 他们也不会 这样讲 不要跟我 不要参我 他们想要参我 可是又好像参不进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们就在背后讲我 嗯 那一种 就是因为你不要去陪他们霸凌 所以他们讲的 啊对对对 就是他们每次吵架 要跟随绝交 我都是静静的那个 嗯 我的爸是因为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这样子 突然间被讨厌 一整班哦 然后他们的game又很大 然后他们就直接是不爽我 我原本 就也跟他们蛮好的 可是我也是 在学校也是跟那几个朋友 有没有办法 然后最后哦 那几个朋友也是他们的 到我同座哦 我就跟同座讲哦 有聊心事讲的 就有发生这个事情 一定会讲的嘛 你知道那最后 那个同座也背叛我 然后我就 哇到时候很心痛 因为我以为他是 但是我最可以分享心事的人了 结果不是哦 到现在我还是很记转 然后 是小学还是中学 小学 中学就没有这样无聊的人了 我很幸运 因为我知道到现在 还是很多中学 我中学 遇到这些问题 对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的应该不算霸凌吧 就是 朋友之间的开玩笑 可是我自己会很不熟 就是讲一两次不用紧 可是如果你一直讲 就把你的痛处当消化呢 因为我以前没有一颗牙 蛤 我这里 我这里没有牙 真的咩 以前啊 我这里没有牙 我三十四岁没有牙齿 然后就有人笑我 一开始我觉得 也是跟着我们笑 可是后面就一直有人讲我 然后我就很 就很 他好像把人家 什么啊 把人家的痛处当消化 对我不懂啊 有人偷偷讲我 讲我以前没有牙 哦 哦 我知道了 哦 有诶 中学蛮多这些 有点无聊的人 有点幼稚 就可能他们会因为 一个男孩子喜欢我 然后他们又讨厌我啊 那种 可是看到我比他好 他好讨厌我啊 如果有被背叛 就可能你讲 你告诉他的东西 然后他背叛你这样子啊 那只是 你明明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可是他跟别的人 一起讲你做过 就无赖你这样子 应该我们 都会被讲过这些东西 是 可是我已经传在我们 都没有做过 我没有做过 我自己都没有做过 结果他的体我还更懂 是不是 真的 就是很多像无聊的人 像我 其实 你们讲这个话题 我很少讲话 因为我其实不喜欢 谈我中学的 中学的回应 因为我中学是没有回应 然后我其实 我没有多万分发 是我 sorry 就是我们要讨SPM 然后现在我出来 因为我那时候 我妈妈红了嘛 然后我就 而且我先是因为我去打工 然后我不想读书 我就一直没有去学校 我没有去学校 已经是我不想读书 第二次我没有朋友 所以我去了 我的好朋友又跟我不同玩了 所以我就 不想去 不想去 完全没有动力去 然后过后 慢慢我就 延伸前来 这个就是我 不想读啊 我想办 然后我就跟我讲谈 然后我想也认同 给我出去打工啊 学一点手艺 然后到现在我出来 然后 就是到现在我出来 就是 他们一直很喜欢 就是以前我中学的人 就很喜欢 乱乱讲我的东西 讲我是被 学校不忘的 嗯 很多 这很多 很多言语 那其实你们做这种东西之前 其实有想过 自己做这个东西 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嘛 如果你在你身上 发生这件事的话 你又是怎么样的看待 已经不小了 就在你小时候 你现在做什么东西 你都要思考 这个会不会让 让别人带来痛苦什么的 但是 当你自己真的是 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真的接受 嗯 对吧 学生时期的朋友 到现在还有在联系吗 有 我想想想 我最好的闺蜜 最好闺蜜 都是中学的时候 有一个是小学 小学中学都一样 到现在出来也是 一直常常行 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学认识 然后到现在都很好 我也是有 而且我是 从幼儿园到现在 然后就是十多年啊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四千多天 我有去算 因为我们也是 就觉得真的是太特别了 因为很早会像我们 而且我们是三个人的友谊 我的话 还有啊一定是还有联系的 只是我觉得 关系会慢慢疏远 因为我们已经出来社会 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 然后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新朋友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聚一聚 这样可能有时候想念 觉得 嗨你最近过要怎样 就是我们没有聊天 但是我们也是偶尔 哈喽要出来吗 那样子哦 可是我觉得 就是我们是一起的 但是也是会有几个 是不想要继续的感觉 就是他们有时候好像 会避免出来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你是在沟通 我之前跟我这个朋友一起讲 然后我就讲出来 又沟通就讲到哭了 可是我们收着很多东西 都讲哦 就是他也觉得我变了 我也觉得他变了 然后我们就讲出来 有一次我们讲出来 就两个人就哭 然后哭了 就真的是好很多去了 其实如果要讲中学的话 肯定是还有啊 如果小学的朋友的话 本来是还有联系的 可是因为发生了 中间有一种 有一种不开心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参谈 我的话还是有联系 但是比较少哦 因为大家各奔各的东西 然后圈子也不一样了 然后有些读书的读书 做工的做工的样子 学生时期的遗憾是什么 遗憾哦 我没什么遗憾咧 我的遗憾就是没有毕业跑 没有毕业招 没有毕业典 没有毕业典 这个真的好遗憾 没有连你们了 因为我人生没有觉得很遗憾的东西 就这一个我觉得很遗憾 就没有拍到毕业的照片 没有一个我很喜欢记录 证书 就没有一个记录 这样子的感觉 感觉缺少什么 嗯 我最遗憾的是 我没有进到KL队 因为我很努力在训练 我是从早上训练完了休息 然后下午又训练 然后傍晚又在训练 就是我很努力都在训练 才是见不到 最遗憾的就是 没有一段好的中学的回忆 还有一段好的朋友 嗯 没有关系 那是我讲哦 下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们有回到学生时期 你们最想改变什么 把MCO变得有丢 真的 可是我觉得MCO不一定是坏的 因为MCO有些改变的东西也是好的 真的 如果没有MCO 我不可能在这边 在多大这边 真的 我不会很像经营我的IG这样子 哦也是 也是 嗯 对于还在读书的学生们 你们有什么想讲的 或者是意见啊 还是宗告吗 我希望你们 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 不要零食包佛奖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在读书的时候 你不要想要去赚钱 因为你一读书 你读书 你去赚钱的时候 你看到钱哦 你不会想要读书好了 所以觉得你可以出来 就跟我赚钱 你赚钱你可以买你喜欢的东西 你就想要放弃学业 我之前就是这样 但是你们不要这样 对 我也是 而且工作是一辈子的 我觉得读书的时候 就好好读书 因为过后你还是要做工 而且我可能现在的学生 会觉得读书很压力啊 但是哦 当你们出了社会的时候 你们才发现原来读书 是一个很不压力的事情 而且这个很快的 真的 因为你出社会啊 你要想到的是 可能你是男的 你要养家啊 这样子啊 养家整个家 就是女的也会要 就好像赚到钱了啊 要给父母啊 然后有钱的 担心啊 金钱上 工作上啊 爱情上 很多很多的那种 你要面对的问题 就开始很多了 读书的时候 你只需要读好书 对 所以学生是一个很好 是很快乐的一个 我很喜欢劝别人读书 可是自己不是 真的 其实我很希望 别人好 就别人 不要学到爱人 不要学到爱人 对 但是如果讲 你真是很没有心读书的话 你至少要学一本手艺 然后基本的那些语言啊 沟通啊 学压要回 明天有一支音乐特长 对 对 对还在读书的时候 那来讲 你有什么想讲的吗 还是你想分享 现在的读书生活 就是我现在就是 以学业为重 然后 最近的生活 就是 读书 然后我有时候 就是我明年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会在大考的 就是IGCSE 所以我现在是开始在背考啊 然后 嗯 然后就是 我现在也很庆幸啊 就是自己已经 已经找回 那个 找回原本 对啊 找到目标啊 就是这样 什么初衷啊 勿忘初衷啊 勿忘初衷 对 勿忘初衷 你一开始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跟着那个方向去做 不要因为中间有太多的什么事情啊 导致你整个困扰 对 就是你会觉得 诶要不要放弃啊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学业 读下去 加油 如果你以后一样是在读书的学生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加油 就是这样子啊 OK 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大家还想看我们聊什么话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线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GC Kiss Kiss 我给大家看 再见 看看